接着我们就要教电压就是电位差 比库伦的正电二 在AB两处的电位能差 刚才讲过我们只能够算电位能差 就称为他们之间的电位差 电位差 我们没有仔细地跟各位分辨所谓的电位跟电位能 因为在国中讲太多你反而更迷糊 我们就这样随便就讲一讲 还有一些比喻就看一看 大概懂就够OK了 什么水位啊什么之类的 OK要电压 单位到辅特 用符号V表示公式写成这样 最上面写的是最正确的写法 delta1电位能差 等于QdeltaV电位差 我们只会算两个之间的差 我们不知道它确确实实的是多少 底下中间这个是你平常背的公式 叫E等于QV 你就直接这样写上去了 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真正的电位能 我不知道真正的电位 我能够算的是电位能差 电位差 那么把那个delta写成下面之后就是后面剪前面 后面剪前面 电位相减电位能相减就得到所谓的电位差 或者是电位能差 那么单位看一下 E就是能量 所以单位是交稳 以前学过Q电量用的是库轮 V就是电压电位差用的是伏特 所以E等于QV你平常都这样子背 正确的背法是deltaE等于QdeltaV 好我们算的是电位能差 电位差 就所谓的公式就长这样 OK 那你可以看到有个仪库轮的正电荷 对正电而言 正电而言 那么电压就是推动力 东西会有电流 就是因为两端之间有所谓的电压电位差 所以电压是电流的推动力 推动力 推动力越大 越能够把东西推动 它就会有电流 如果说其他条件不变的话 所以就是驱使电荷流动的原动力就是我们的电压 那刚才讲了 我叫做宜库轮的正电荷 因为我们前面在平行电板看到 同样的位置对正电来说电位能大 对负电来说电位能小 两个正好相反 所以你必须要决定你是要以谁为准 那我们是以正电荷为准 用正电荷为准 那因为是以正电荷为准 所以正电就很正常 正常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如果是高电位我就会是高位能 我如果是低电位我就会是低位能 那就表示负电不正常 什么意思 他高电位反而是低位能 低电位反而是高位能 我的位能指的是电位能 人位是所谓电位能 所以我们是以正电为准 所以正电就很正常 高电位高位能 低电位低位能 负电就反过了 那有人会问你所谓的位能的大小 或者是电位的大小 ok就像这样子 好 那基本上我们的计算就是用所谓的 1等于QV去算 用所谓的电量跟我的能量的做工大小来算 好 这个计算在会考的阶段 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过 但是你还是应该会 你还是要会 我们考过I等于T分是Q 目前为止没有考过 那个1等于QV这个地方 没有考过这里 所以呢 决定电位差性做工跟这比 就是1等于QV嘛 所以V就等于1除以Q 往里面带就得到答案 然后答案知道我的电位差又电压 好 所以 如果移动一库轮要1交额 能够多少 1等于QV V等于1除以Q 能量是1交额 移动1库轮1除以1 答案就叫几伏特 1伏特 1伏特 那如果1库轮量2交额呢 2交额 2 1是2嘛 除以Q是1 1 2除以1 1分之2答案叫做 2伏特 2伏特 那两部的要一交额呢 1是1嘛 Q是2 就是2分之1 1除以2 2分之1要多少 0.5伏特 0.5伏特 这就是很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带公式 1等于QE 带进去答案就做出来了 好 答案就做出来了 很简单 因为我们说了半天 刚才一直讲 一直讲 我们只能够算电位能差 所以我也只能够算电位差 所以基本上我并不知道真正的电位能 我并不知道真正的电位 因为跟我没有这玩意 需要你找到一个0点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电位能 所以才会有真正的电位 所以我们只能够决定电位差 也有所谓的决定电压 我们并不会并不会知道真正的电位 除非你告诉我这个是1 你跟我差3 那我就知道你是4 这样子 好 所以你要除非你能够找到确定 你的0点 他用你的0点 然后去往后面去带 看我的电位差 差多少 才能得到真正的数字 真正的数字 好 那么当然 习惯上是把电位的0点也放在电位的0点上 但如果你不想这样放也可以 但通常会这样做 通常会这样做 就是我们跟各位说明解释一下电位差的状况 ok